他是公安局副局长 也是涉黑组织的头目 对自己要求就放风了 生活上想追求高消费 一名毒贩竟然被私下释放 发现了没有找到周雪峰的特性大案 两起凶案没有获得公正判决 拿刀吃刀几个人巨重把人砍死了 都是起刑都是什么 扫黑除魔撑起朗朗晴天 我从来没有放弃 我就相信共产党 剑指黑与白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林中民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石盒子市的一位市民 今年65岁了 浙江卧室原来是他和妻子住的 可自从19年前 妻子被人杀害后 他就再也没在这里睡过一晚 我一直很欢迎我们妻子的 就这样白白就走了 那是不可能的 照我活着 非要等到这一天 19年前 林中民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 2002年3月的一个晚上 一名路人 一名路人与店里的员工发生了口诀 林家烧烤店员工的回答惹怒了路人 那名路人冲到店里抄起板凳 要对那名员工动手 见此情形 林中民的儿子和其他员工 连忙上前阻止 将那名路人推到了门外 路人不甘心认为吃了亏 没一会儿 带着两名年轻人持刀棍 又冲进了店里 过来两个人 拿一个拿那个棒子 拿刀子我们看不见 它是瘫荒岛 你知道吗 就过来以后 拿一个拿一个 就是我们家儿子就出去了 打斗中 一名嫌疑人持刀 冲着林中民儿子就刺 情况危急 林中民的妻子 陈丽萍冲了过去 挡在了儿子的前面 匕首直接刺中了她的腹部 躺到店门口的时候 这个地方 它那个血在那个肚子里面 不是当时那样流出来的 一看伤到了人 三名嫌疑人连忙逃跑 林家人赶紧将受伤的 陈丽萍送往医院 可没有抢救过来 陈丽萍伤重离世 三个嫌疑人 两个被当场抓住 一个外逃 外逃的名叫马迎春 就是她 持刀将陈丽萍刺死的 实际上最大的是母 因为我妈她是 挡在我前面 替我去世了 心里面还是 挺难过 特别不舒服 特别难受 刑凶的马迎春没抓到 两个同伙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根据法律规定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 涉嫌故意伤害罪 起刑就是十年 可两名同伙只是以寻衅滋事罪 判了缓刑 一天牢也没做 马迎春是具体捅人的人 当夜就跑掉了 你煮饭没有在 其他人说的 好像这个事情就发生得很偶然 不是说特定的 非要伤害他的 好像对方还要过错一样 所以当时那个情况下 法案也是就是 根据当时的证据情况 也没有查到根据上 也没有查到 恢复事情的真相来说 我觉得这是 好像对方一手遮天的事 就没有任何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林中民妻子被人刺死这起案件 之所以没有获得公正的判决 是因为这背后 有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的组织者 领导者 是当地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 他叫白波 林中民的妻子去世后16年 2018年年初 由中央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 都正在全国铺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扫黑办 接到举报 说石盒子市公安局副局长 白波是黑社会老大 当时他是 巴士石盒公安局 分管刑侦的副局长 他分管扫黑除恶 这很麻烦 这管扫黑的又涉黑 白波生于1970年 10年48岁 是石盒子市公安局 党委委员副局长 主管刑侦 经侦 禁毒 同时还是该局打黑办主任 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他是公安局副局长 他怎么是黑老大呢 当时很多人 不是我 不是只我的人 因为当时我们的工业法 专班 白波怎么是黑老大 白波是石盒子市本地人 警校毕业后 从一名禁毒警察干起 慢慢地当上了禁毒大队大队长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警卫处处长 2014年 10年44岁的白波 爬到了石盒子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高位 毒 一个毒 他靠近毒 一步上来提升 同时又靠毒 和他这个 这个黑社合情组织 这些主要领导 作为纽带 围在一起 举报信里提到 白波已经从一名人民警察 堕落成了一名黑社会老大 形成了以他为首 周雪峰 邱伟等人为骨干 张磊等人为马仔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他们不仅开设赌场 放高利贷 组织和融流卖淫 还涉嫌故意杀人 强迫交易等等 无恶不作 任何人只要犯罪 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延迟 我们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没有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石盒子市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它曾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部所在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扫黑办 对举报高度重视 从兵团公安系统抽掉了77人 组成了专案组 要求彻查白波案 先通过万维英摸牌 给他画像 画像他的关系圈 他的关系内部还有什么人 他的家庭关系 还有哪些事实 我们先以后难 先确定有没有这个 是不是黑 先确定是不是有违法犯罪情况 由于白波警察的身份 并且位居高层 还负责打黑工作 掌握着许多侦查资源 专案组对白波案的调查 只能秘密进行 为了核实举报信内容的真伪 专案组首先调取了 白波与家人的银行流水 发现了异常 当时范荣的消费水平很高 很高 比如说他买首饰买成套的 买成套的话 那一套首饰可能就个二三十万 成套首饰 对 就是项链 耳环 戒指是配套的 这是一套 不是单个 然后有些时候 一双鞋子 一万多 两万多 都很正常 白波的妻子是一名家庭妇女 无业 家里的收入主要靠白波 白波只是一名警察 每月收入不过万 妻子每个月几万元的开销 与她的家庭收入严重不符 紧接着侦查员发现 白波和妻子 与举报信里提到的 多名关系人 有着密切的经济往来 像邱伟和白波之间 他们资金往来就比较大 邱伟白波 确实比较大 他们转账都是上百万 几十万这样的转账 而且很频繁 很频繁 一看这是有问题的 他作为当时的 原公安局领导干部的话 他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资产 来回频繁的调动 而且要以个人的身份 在调动 那是有点问题的 假的特勤证明 出于白波之手 白波说这是他这个 工作对象 这是工作关系 把他放掉了 一死一伤的命案主犯 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 我觉得这是 好像就放一手这一样的事 又一警察被查明 与凶案有关 马云春没有这个能力 跳出警方的保卫权 终于承刀这么多年 建制黑与白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异常的家庭消费 巨额的资金流水 专案组感觉对白波的举报 并非空穴来风 除了银行流水 专案组还调取了白波 那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多名成员的违法犯罪信息 结果非同小可 周雪峰是白波 那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骨干成员 2004年3月 他因持有K粉76.1克 摇头丸48粒 被乌鲁木齐海关 祭司局抓住 法律规定 持有海洛因等毒品 超过50克的 要处以7年以上 至无期徒刑 可令人不解的是 周雪峰只在看守所里 待了14天就出来 卷宗反映 周雪峰之所以会被释放 是因为石盒子市公安局 向乌鲁木齐海关 祭司局出去了一份特勤证明 说周雪峰是他们县人 要求移交给他们处理 乌鲁木齐市海关 祭司局就按程序 将周雪峰移交了 移交当天 周雪峰就被释放 把这个将这个 石盒子公安局行政支队 历年来的这个建立的 特勤档案全部调阅出来了 并且呢 这个依照这个我们在海关 调阅这个特勤档案的 这个这个编号 去相对应 发现呢 这个没有找到 这个周雪峰的特勤档案 专案组对当年的 这份特勤证明进行了核实 发现周雪峰 根本就不是石盒子市 公安局的现任 特勤证明里提到的 有关事实都是虚构的 而当年持这份 虚假特勤证明 去乌鲁木齐海关 祭司局提人的 正是白波 白波说这是他这个工作对象 这是他这个工作 是工作关系 把他放掉了 白波当年是 石盒子市公安局 刑侦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 是专门负责 禁毒案件查处的 他有职务上的便利 负责禁毒的警察 竟然持虚假的特勤证明 将一名毒贩给放了 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除了私放毒贩 接下来的两起凶杀案 与白波也脱不了干系 你在地底下安息吧 这名妇女祭败的是他的王夫胡铁柱 胡铁柱生前是石盒子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12年前的2009年的一天晚上 他在石盒子市的一家酒店停车场 被人乱刀砍死 我们家老公真的没有招惹他们 就喝了点酒 就是当时那个案子上就说 发生点口角 发生点口角 你张磊你也不至于 派你手下的小弟去把他杀了呀 你说多大的仇 是不是害得我们现在 出事那天晚上 胡铁柱是和朋友一起 去这家酒店KTV唱歌的 可在唱歌时 与一个名叫张磊的人 发生了口诀和拉扯 纠纷发生后 胡铁柱就和朋友离开了酒店 可刚到酒店门口停车场 三名持刀者就冲了过来 然后当时张磊叫着他的 这个小弟只砍刀 就埋伏在这个食灵带里 埋伏在这个食灵带 对面也有 然后下来 这个胡铁柱和他朋友下来 向这个方向 行进这个进车那个入口处 想离开 对 回家嘛 然后几个商货 比如随公司那儿 然后开始持刀进去砍杀 我去出口地方是吧 对 持刀砍 胡铁柱被当场砍倒 很快就因流血过多而死亡 他的朋友拼命狂奔 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可也身受重伤 他就 反正就是他一走 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 以前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大事小事 不需要我操任何心 他就会说老婆你放心好了 有我在 等他走了以后 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 首先我精神支柱没有了 当时我都65公斤 最后直接瘦了连50公斤都没有 胡铁柱死亡后不久 石盒子市公安局就将张磊和三名刑凶者抓获了 据张磊交代 三名刑凶者是他叫去的 当街持刀杀人 一死一重伤 涉嫌的是故意伤害罪 起刑就是十年 最高可以判死刑 可让胡家人没想到的是 三名持刀砍人者判了14年 9年和2年有期徒刑 而指使者张磊 本安的主犯 竟然只判了5年有期徒刑 在任何一个地方上 这样子的这种恶劣性质 拿到持刀几个人聚众 把人砍死的 都是起刑中了10年了 他太少了 要不然怎么 别人会觉得好好的一个人 被别人杀了才判5年 我想起来 我都恨之入骨 一起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案 主犯为什么只判了 5年有期徒刑 举报信提到 张磊是白波的马仔 很受白波赏识 而在之前的银行流水中 侦察员也发现 白波与张磊之间 存在多笔的金钱来往 当时我就觉得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我知道它是黑社会的 然后他们的黑社会保护伞 就是十盒子公安局 白波他们那帮人 侦察员判断 张磊之所以能获清盘 应当与白波在幕后操作有关 除了张磊案 还有节目开头的那起 故意伤害案 当时18年 马云冲一逃 逃走了18年 案子一直没有侦破 一直没有侦破 他们还是有保护伞 没保护伞 他能跑掉吗 跑不掉呀 这人命关天呀 人生命只有一次呀 他怎么能跑掉呢 持刀杀人的凶手外逃 十多年没有归案 被抓的两名凶手 只被以寻衅滋事罪判了缓刑 一天牢也没做 多年来 被害人家属一直愤愤不平 可又投诉无门 这次扫黑除了专项斗争开始后 被害人家属就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扫黑办 进行了反应 专案组得知消息后 对此案进行了复查 当时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应该是 就是马银冲 他们和这个受害人一架根就不认识了 没有任何交集 那注意为什么会产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案件 他因为是顾翔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起因是因为顾翔和 被害人的儿子林成 有过政治 有过政治以后吃亏了 因为自己在这个事情当中吃亏了 然后就给一个顾冲打电话 当年挑起事端的那名路人名叫顾翔 顾翔与后来行凶的马银春二人并不熟悉 马银春二人是顾翔的弟弟顾冲喊来的 顾冲是石盒子市公安局行政支队的民警 多年来一直追随白波 是白波的得力干将 马银春没有这个能力 跳出警方的保卫圈 这么潜逃这么多年 光靠一个人 你跑不了这么久 必须有人帮助你 专案组感觉 此案的不公平判决 应当与白波和他的那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关 吸毒的 开毒场的 还有经营夜总会的 都和白波是朋友 黑白两道 他更多的朋友来自于黑道 寻衅滋事 敲诈勒索 故意伤害 强迫交易 都与白波有关 建制黑与白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前有不正常的经济往来 后有对违法犯罪人员的 庇护与牵连 能感觉到白波神秘的存在 可要说他是黑社会的老大 现在证据还不充分 为了进一步了解白波 专案组决定秘密进驻 石河子市 靠前侦查 但难度很大 因为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 他管充满行政 掌握着这个侦查资源 另外这个 如果说我们 正常身份来 身份上一登记 一住店 一过检查站 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当时呢 我们这个案件是隐蔽侦查的 没有公开 在公安机关内部 除了专案组的成员以外 大家不知道 在征办这个案件 社会上更是不清楚的 无法公开侦查 再加上扫黑除了专项 都睁开时候 白波他们可能是 感觉到了威力 停止了大部分的非法活动 可通过多方打探 专案组对白波和他的关系网 还是有了一些了解 对人 对人是比较客气 他见了 见了同事 也打招呼 也打招呼 但是 他属于那种 只和自己比较亲近的人 接触 和其他人 只停留打招呼 只停留打招呼 没有深交 专案组了解到 在单位内部 白波并不张扬 除了几个与他关系近的同事 和其他的人都不深交 虽然在单位内部不张扬 可他的名声在外 社会上都流行 社会上基本普遍 只要认识白波的人 都清楚 都知道 黑白两道 他都有人 他更多的朋友来自于黑道 白波与社会上的人走得近 在石盒子市公安局内部不是秘密 社会上与白波走得近的人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以秋伟周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发小 第二类是以带兵等人为代表的吸毒贩毒人员 第三类是以王林军等人为代表的生意人 每次聚会 白波都坐在主位 所有的成员都称其为白哥 这是一种社会惩罚 实际上他是有职务的 每一个人都称呼他为白哥 白哥非常特别尊重 就对白波说的话 大家都感觉到必须要遵守 必须要听他的 就义无反顾 无条件地听他的 这三类人分别经营着不同的生意 秋伟周雪峰等人是开游戏厅 地下赌场和放高利贷的 带兵等人是贩毒经营洗脚城夜总会的 王林军等人搞的是投资和房地产 这三类人相互并不熟悉 他们皆因白波而聚集 比如说王林军就牵扯到暴力拆迁 他搞房地产就牵扯到拆迁 那么拆迁就存在着强拆 强拆就代表谁拆 那拆了是带兵带了一帮吸毒人在拆 王林军和带兵之间没有任何的交集 这三类人围绕白波建立了一个利益联盟 联盟内部如果出现了矛盾与纠纷 白波就是中间调停人 如果联盟与外面发生了冲突 或者生意上有什么难题 白波也会出面袒护 这场子是绝对不会出问题 没有白波在招着 那时候扫黄也好 打飞也好 十盒子 反对赌博 抓赌 非常 基本上社会面该控制全控了 都不允许 包括我们平时常的一些麻将桌都瘦掉了 小区里头一些麻将桌都不让在外面 打麻将 赌博 公安机关是明明禁止的 但他去那几个地儿 没有问题 没人敢去擦 也没人去弄 作为一个公安民警 他又擦净毒品 擦净违法犯罪这样一个职子 本来不应该和这些人纠集在一块 但是在他的周围 全是他的那些同学呀 发小呀 刑满释放人员 他纠集的都是这一圈的人 而且他们在一起 绝大部分都在从事一些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年 围绕在白波身边的这三类人 开设过多家地下赌场 和具有赌博性质的游戏厅等 都是非法的 可在白波的袒护下 在石盒子市风雨不倒很多年 直到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 才陆续关闭 你作为公安机关领导干部 白天你在工作岗位上 你教育民警 晚上你就和这些成员团伙 所谓他的朋友 所谓他的朋友圈 花天酒地 产生十分恶劣的意象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调查 白波黑社会老大的形象初步显现 可要完全揭开他的面具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 常规的侦查手段无法运用 通过权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扫黑办决定 将白波他们先控制起来 再深入调查 考虑到白波警察的身份 和他身后的关系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从异地抽调300多名警力 于2018年7月21日 分别在石盒子 乌鲁木齐 成都 深圳四个地方 对白波和他身边的20多人 展开了抓捕 首先确定证人 有没有带枪的习惯 有没有配枪 这种威胁恨性最大 因为有可能挺容易 另外社会上 有些带刀 带枪 他是一个打打杀杀的 这些可能抓捕的时候 可能会挺而走险 在20多个抓捕对象中 有包括白波在内的多名警察 他们不仅专业 手上还可能持有枪支武器 如果贸然行动 遭到他们激烈反抗 可能会有牺牲 为此 专案组设计了一场宴会 将白波等多名警察 集中到了当地一家酒店 我拿着勺子 我也没有任何反应 拿着喝 我也不说话 大家压求我什么 没说话 赵说一讲 吃啊 吃啊 没人敢说 没人敢吃 我接受 饭以后调调位置 又喝汤 旧声音只有喝汤的声音 勺子碰满 那也是声音 就在白波他们等待宴会开席的时候 早就埋伏在隔壁房间的抓捕人员 突然冲进报警 将白波等人一举拿下 白波 现在有我们来执行你家的任务 你如果不听从我们的指令 不听从我们的命令 我们将执行 强制别有出信的措施 你听清楚了吗 与此同时 外面的多个抓捕小组同时行动 当晚 白波他们那个组织的二十多名成员 全部落网 白波和他的组织成员都被抓了 首先要弄清的是 当年他为什么会持虚假特勤证明 将毒贩周雪峰给放了 两起杀人案没有获得公正的判决 是不是与他有关 还有他与组织成员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 到底是什么钱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会一一揭晓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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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